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们知道 望望 希望的望 在我们台语里面 有薄薄的望 港湾音 所以他望望是看 但是这个望望啊 望的代字也叫望 所以这个看跟希望的望 它可能有很多层的意象 所以我这样写的时候 当然我想到的是 看来的日子 那个女巨女在 站在等她的先生回来 她没有等到 我们知道 黄泉有很多小说 她是写原来地带的 一些生活状况 所以当我要写这个篇的时候 我会想到这样的东西 那我想每一个人 都有他的希望 都有他的等待 希望等待是 是一种附和 但是这附和是甜蜜的 但是假如你等待到了 你就可以完成你的训练 等待不到的时候 你就会有矛盾的心情 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 这样的情境 我们是应该给他 什么样的生命 因为一个图像 你假如有故事在里面的时候 虽然短短的几个字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把你内心 非常复杂的情绪 用几句语言 几句诗诗 就把它呈现出来 老师自己有什么 在盼盘的事情吗 当然有 当然我希望说 我们台湾人的文化学程 能够日日的提升 为什么呢 因为台湾人几乎都不看 不看文学作品 比方说 不会看绘画 不会听音乐 都是比较 比方说 我们这种比较 流行音乐跟比较古典音乐 流行音乐好像很多人去听 比方说江卫 这次要卖卖票的时候 就票找不到 那为什么会想成这样的东西 因为好像我们的人 都只听这一个层次的音乐 那人家那个世界兵器 你又听不懂 因为从小没有去培养 那种艺术的欣赏能力 你就没有办法听到 外国人他们所 比如蓝色多瑙盒也好 他在描述多瑙盒的境界 你完全没有办法体会说 多瑙盒的境界 那个荡漾的波浪 用音乐怎么形成 我们没有办法体会 所以我在想说 假如能够好好的 把我们的心情 透过文字 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用影像 然后希望说 人家看影像来读诗 尤其是台语诗 我这次为什么 希望用台语诗 因为台语诗 有图人家他会想去看 看这个台语诗的时候 就去猜测 这一是谁 无形中就会慢慢去影响 因为文字你要 你要尺长看 你看久了以后 你就会发生说 其实我们看久了就会了 你假如不看的话就不会 所以这种符号 符号是要习惯 所以我们读华语的人 也会讨论 梦 看彼有国中彩色的梦 空空看起 一片梦梦渺渺 何时担到心爱的人 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